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春节呢 北方都流行吃饺子 那紫禁城里是不是也都吃饺子 是的 皇帝也会吃饺子 那这件漆盒就是拿来盛装饺子送给皇帝的 那这件漆盒有什么样的工艺 或者有什么特色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件剃红的漆盒 那剃红的工艺呢 就是比较需要耐心 它先要把这个漆一层一层的 上在木胎或是竹胎上面 然后要堆积到一定的厚度之后呢 然后再往下刻出这些花纹 所以要叠击这么多层的漆 然后再刻进去 其实是很花时间很花心力的 那蒋博士我们也注意到 这件展品呢叫艳盒 那么新年期间皇帝会有哪些宴会活动呢 其实新年期间皇帝的宴会活动还挺多的 平常皇帝大部分都是单独一个人吃饭的 那新年的时候呢就会有家宴 那会是跟后妃们一起吃饭 那有时候有国宴 就是跟臣子啊 然后跟外来的使臣呢一起吃饭 所以还有宗亲宴 就是跟男性的宗亲们聚会 因为男性的宗亲跟后妃 其实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皇帝会参加大大小小非常多的宴会 蒋博士我们也注意到这件宴河呢 非常的精美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 这件宴河第一个是它的体积非常的大 然后很能体现皇家的气派 那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龙 在云文祥云之中 然后下面还有海水 上面有圣 还有府跟壁的这个文字 那另外上面也可以看到侧边呢 有些花 还有府 还有寿 这样子的文字 所以是十分吉祥喜庆的一件宴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与点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